為什麼藍白郭三者談判 障礙平生 障礙平生真正的原因 只有兩組人馬 可以勝過賴心德 一組侯柯沛 還有一個就是郭柯沛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有話直說的主角人 非常有話 有很多大陸的網友 台灣的網友都問我 什麼樣配能夠勝過賴心德 我特別請我朋友 幫我注意這個問題 因為他是開商業調查公司的 他就稍微幫我做了一下 那他的數據讓我嚇了一大跳 他是直接了當告訴我 他說現在藍白郭三者之間的談判 為什麼障礙平生真正的關鍵 他說只有三組人馬 推出來才能夠勝過賴心德 他說侯柯沛沛 柯郭沛 還有柯侯沛 他說他是直接了當告訴我 他說侯柯沛沛的雲率最高 但是柯文哲不當副手的話 侯柯沛沛的優勢會消失 他又講到郭柯沛 郭柯沛比侯柯沛沛 大概不相上下 但是這一組會贏 那至於說柯侯沛 是最弱的一組 就是換句話說 藍白郭三者和 只能推出三組模式 第一組模式是侯柯沛沛 這組模式大概最高 就是證明了藍銀 引進陸陸續續的歸位 那白銀呢 還在考慮 所以一旦柯文哲不選 由柯文哲指定的副手 來搭配侯友誼的話 那就對不起 未必會贏 那其次就是說 柯郭沛 柯郭沛可以跟賴清德一較長短 但是勝率 勝率是五五波 那柯侯沛 假如真要談到柯侯沛的話 這一組最弱 這一組最弱 這一組為什麼最弱 就是說民眾黨的群眾會跑 國民黨的群眾也會跑 所以他就告訴我 為什麼藍白郭三者談判 好障礙評審 障礙評審真正的原因 只有兩組人馬可以勝過 賴清德一組 侯柯沛配 但是柯要玩到底 不能半途逃跑 他說還有一個就是郭柯沛 這也就是說明了現在藍營裡面 你為什麼那麼多人講 那乾脆柯郭沛 柯郭沛有侯友一組歌 這個是一個慎選的模式 那另外一個模式 是柯文哲自己講的 他不當副手 他不當副手那非常麻煩 你不見得能夠勝 當然希望是如此 然而願望能不能達成 不知道 那第三組呢 就是大家講 好柯侯配 柯侯配比柯郭配還要慘 就是換句話說 如果以柯文哲 作為一個主力的話 搭配侯友宜 這一組最弱 這一組變數最弱 所以他講到了這三組 因為台灣截至目前為止 沒有人談 沒有人談 就是說勝率最高的 勝率最高的只有兩組 就是 侯柯配跟柯郭配 只有這兩組 就是說局勢已經慢慢慢慢的清楚 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國民黨不想理郭台銘 但是柯文哲為什麼要拉郭台銘進來 因為他認為柯郭配還是有盈利 所以不同的組合會產生 不同的政治效益 那這三組你來看的話 最差的是柯文哲當政的 然後侯友宜當副的 這一組是毫無勝選希望 另外兩組還可以拼一拼 但是另外兩組的真正的關鍵呢 變成了一組 因為柯文哲已經講了 他不會做侯友宜的副手 他要自己推薦一個人出來 那柯文哲一旦不做副手 民眾黨的票未必會到國民黨手上 所以就變成了一組 一組就是柯文哲政 郭台銘付 然後加上一個侯友宜組格 這也就是說 他破解了 藍營為什麼有人會提倡 乾脆就讓柯文哲加郭台銘 然後一個侯友宜組格 否則的話 這三組穩贏的 大概就是柯國配加一個侯友宜 然而他也告訴我 其實他說我的政治判斷是對的 就是侯友宜應該不會退選 侯友宜最希望的就是什麼 侯柯配 那他去組格 因為各位要注意 這裡面有一個非常大的黑洞 這個黑洞那是什麼 大家要搞清楚 就是說侯友宜一旦退出選舉 對國民黨來講 縱然贏了 各位想想看 如果真的是 柯文哲加郭台銘 侯友宜組格 侯友宜不選 侯友宜一旦不選的話 對國民黨來講是一個崩盤的警示 就是說很少人意識到 一旦侯友宜不選 那請問南銀小雞誰來復選 依照國民黨的規定 如果是國台銘國來復選的話 那就對不起了 黨籍處分了 如果是柯文哲呢 那對不起 幾個小雞能夠對柯文哲怎麼樣 所以各位去看這三組 坦白來講就是障礙的起因 事實上我也一直一而再 再而三的講 其實柯文哲這個人 他雖然經常會胡言亂語 但是至少柯文哲他表達的善意 國民黨看不出來嗎 柯文哲不在選區內提名 就是換句話說 就是放過了國民黨 就是說如果他的妹妹 像柯美蘭那樣子 他是放過了國民黨 為什麼一旦提名的話 各位想想看 柯文哲要不要站台中小 一定要 雖然柯美蘭的民調 大概4%到5%之間 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講 4 5%之間的話 來回8% 那請問國民黨能夠勝選嗎 那我知道很多地方型的政治人物 都要透過柯文哲 為什麼原因非常簡單嘛 他們要選市議員嘛 縣議員嘛 或者鄉鎮市長嘛 就是說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現在提名只有11席 但是他的11席不會去撼動 國民黨在該區域的選情 那其次在選舉五五坡的地區 民眾黨通通不提名 這些我都講過 因為柯文哲知道 這些人都選不上 區域立委大概全群覆没 那柯文哲可不可以提名 有人說他沒有人啊 有人說他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 縱然沒有人 去跑去跟柯文哲講的人 都是說兩年以後 又要選縣市議員啊 我也要搞從政之路 那現在最好的方式 就是參與區域立委的選舉啊 但是這些人 不管拿多少票 對國民黨來講就是威脅 所以柯文哲開了一扇 機會之窗 這個機會之窗就是保留的 他要跟朱立倫談 大會之爭的問題 那現在大會之爭已經非常的清楚 只有兩組人馬能夠贏 一個是侯友宜加柯文哲 一個是柯文哲加郭台銘 但是侯友宜一旦不參選 國民黨必然分排 那請問國民黨怎麼處理這個危機 所以國民黨一定會朝和柯配方向發展 這個就是國民黨為什麼不跟郭台銘談 但是柯文哲為什麼他要跟郭台銘談 因為柯郭配能夠贏嗎 所以答案已經出來了嘛 一方面國民黨無法退選 因為一旦退選的話他選區必然都滿滿 因為從來沒有說國民黨不參選的紀錄 那國民黨一旦沒有母雞的話 那請問這些小雞怎麼辦 那民眾黨的郭柯 柯郭配他都沒有小雞 那他怎麼服選國民黨 這兩個都是問題 所以回歸政府 柯文哲一句話講對了 把郭台銘拉進來吧 就是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柯文哲現在已經想好退路 最壞的狀況叫做侯郭配 就是侯友宜加郭台銘 那他自己服選他自己的體系 但是這個能不能成 以郭台銘對於國民黨的成見那麼深 偏見那麼深的情況之下 能不能配得成 這也是一個問題